今週21日に衆議院を開催いたします 安倍晉三丟出政壇的震撼弹 理由是4月開始調漲消費稅率 導致民間消費緊縮 预期中的改善財政赤字 與脫離通貨緊縮 效果不如預期 因此原定10月份2度調漲的時間表 要延後到2017年4月 各方都把這次提前大選 當成對安倍經濟學成敗的公民投票 但媒體分析卻指出 安倍選在這個時間點提前大選 就是抓準的執政聯盟 還有相當勝算 才敢說出不過半就下台的話 民主党等野党の支持率は低迷し 野党の選挙準備は整っていない 在野党當然也了解這一點 因此解散眾院消息傳來 大家是罵聲連連 日本眾議院這一屆編制有480席 其中180席是正當比例代表 而300席的單一選區 因為人口變化的關係 席次減少了5席 總席次成為475席 目前自民黨與公民黨 總共有326席 即使減少 只要還能拿到238席貨更多 安倍晉三的首相寶座還是穩得很 記者徐家仁報導